白雪挨挨的起來山頂 放眼望去 美不慎收 不少民眾拿起手機猛拍 下一秒 巨大氣笛聲傳來 只見一台普悠瑪號列車 放慢車速緩緩通行 原來當時拍照的民眾 竟然是站在時速高達150公里的 普悠瑪的鐵軌上 萬一列車直衝上來 恐怕逃不了 讓不少人痛批危險 那是因為剛好有聽到火車 在鳴喇叭的聲音 所以民眾就趕快 離開那個鐵軌邊 可是好像還是沒有辦法遠離 非常危險 目擊民眾表示 當時許多遊客在鐵軌上 如入無人之境 在相同漫步拍照 讓人看了冷汗直流 由於近來許多遊客 都會爬上鐵軌 拍攝起來山雪景 推測可能是在取景時 不想讓鐵軌的電纜 擋住山景 才會冒險玩命 有一些民眾就會覺得 那纜線是滿愛演的 所以就往鐵軌上面去爬 然後看是不是取一個好的角度 在鐵路觀看雪景的這個部分 是違反鐵路法 那它的滑環是1萬塊錢以上 5萬塊錢以下 警方表示 華東地區過去都有類似的民眾 闖鐵軌拍照 呼籲民眾千萬不要入侵鐵軌 否則滑前事小 萬一造成列車擊殺 甚至是撞上遊客等危險 後果恐怕不堪設想 記者吳彩勳 陳照顧 跨聯報導